大委员处理人民陈情案件 随着经济的不景气 人民的处境艰困 在人民的服务案件之中 大概跟司法法律相关的案件 已经在比重上面 不断不断的攀升 以本席所接触到的案件来讲 至少应该是已经占服务案件 80%之多 所以我们在提供法律协助的部分 几乎变成是我们 两个服务处跟台北国会办公室 选民服务的重点 那也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判决 实在是已经在定验了之后 又不具有非常上述的条件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跟着受害者 跟着这苦主 也就是陈情人 跟着屠呼夫妇 感觉到非常的难过 但是像这一种临案虚衡 有关于法官裁量内容的部分 目前的法令 并不是法官法里面的 所谓的这个法官评鉴 所可以考量的内容嘛 对不对 对对 不是嘛 是不是 或者是说在个案当中 司法院遇到有涉及一些 应该算制度面 本席认为应该是制度面的个案 司法院也没有办法像 法务部一样 因为检查一体 所以可以让检察长们一起开会 去决定一个国家的基本方向 也不行嘛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案子 其实常常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没有办法维护公平正义 让人民受苦 像本席街道的两个判决 其实是不止 其中有两个判决 比较简单清楚的 跟秘书长分享 比如说有一个判决呢 他是高雄市政府跟港务公司 也就是高雄港务局之间的这个审判 这个判决里面呢 法官明明白白的把一笔属于码头工人的经费 在审判的过程当中 从头到尾误解 他把业务费误解成建设费 建设费是国家的预算 业务费是经过 商港的生意的收入 他把业务费误认为是建设费 然后错影商港法的结果 把可以给码头工人分配的经费 变成是码头工人不能分配 交一个判决 然后让我们 在整个交涉的过程 变成码头工人必须去启动一个集体诉讼 才可以去追究说 那到底这笔钱能不能用 换句话说 要码头工人去弄一个集体诉讼 来纠正这样一个整个判决上面的错误 我们屠夫夫妇 这个是我们法院在审理案件当中的品质的部分 我们很希望 能够透过什么样的途径 尽量去避免这种现象发生 他因为误判 所以他就误解了法令 而且他是属于业务费的情况之下 他也有管理办法 管理办法明文规定是码头工人 可以分配的奖金 他也不知道有这个管理办法 在审判的过程当中 也完全没有去涉及说有这个管理办法 最后做了一个错误的法律见解 好 所以像这样的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 那这也不是法官法里面法官评价所可以评价的范围吗 这可能就是说到底是业务费还是建设费 牵涉到法律见解 一个非常客观 不是法律见解 是非常客观上面的误认 怎么认定他 是一个非常客观上的误认 这个我就不晓得 就是说双方当事人当时在主张的时候 像这一类的情况 像这一类的情况 一个明显的误认 事实的误认 这个部分 因为他也不是涉及非常上述的范围 那就再审啊 事实的错误的认定的话 那就是再审的范围了 也只有 所以他也不在 他也不在法官评见所可以指涉的范围吗 好 另外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法官也是洋洋傻傻写了许许多多的引经据典 那是一个妈妈在他的孩子车祸受伤住院的期间 他的孩子委托妈妈赶快去对这个车祸的造势者题告诉 那因为妈妈当时没有具备委托书给检察官 但是检察官有确实在侦查的过程 是也有询问他的儿子后来出院了 问说你是不是要委托你的妈妈 妈妈 儿子也说是我当时是委托我的妈妈来提起这个告数 那检察机关呢 在这个侦查起诉之前 确实也曾经提示过说 你确实是委托的话要补委托书 但是一直到起诉之前 都没有要求补足委托书 但是到一审判决的时候 院方发现 儿子给妈妈的委托书 提起告数的委托书呢 没有补 所以到一审院方的时候有要求他补足 一审判决的结果 这个孩子是胜诉的 也就是造势责任确实是在造势者的身上 是赢的 可是当对方去上诉的结果 二审判决变成 这个起诉致死无效 从赢的官司呢 完全不做实体的侦查 神序上呢就说 你的委托书是在检查机关 侦查过程就要补 你没有补 是在一审的时候才补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 就判决他又输了 怎么办 这样的案例合不合理 合不合理 我没有看卷也不晓得 就是说那个告诉权 是告诉乃论之罪 它是伤害 轻伤害 重伤害 它是车祸 车祸 对 车祸 没有 车祸的伤害 轻伤 就一般伤害的案件 那个就告诉乃论之罪 那就是告诉权的 具备与否的问题 告诉权 就因为这个样子不具备 当然本席经过研究之后 经过研究之后 发现说法律上是有缺漏 因为如果是在 自诉的领域的时候 我们的诉讼程序里面 是有明载 有明文规定 要由院方呢 必须要责令补足委托书 那是在自诉的部分 可是在告诉的部分 却没有责成检查单位 明令他要责成 那个补足 这个委托书 并没有 其实在检察官提起 要起诉的时候 就要 他一定要补 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 这个法官审判的时候 本席仍然认为 他非常的瞎 怎么瞎呢 你明明知道 自诉的部分 这个责任是 委诸于院方的 不能够把这个 补足委托书的责任 委诸在原告或被告 可是自诉的部分 我们是法律明文规定 把这个责任是 要求是院方要责令 定期限期责令他补足 可是他不愿意去援领 自诉规定 自诉的规定的责任归属的 基本精神来比照 他却 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自诉跟公诉 是两套不同的一个机制 所以本席认为说 司法院在这个部分 在这个部分 应该要有足够的一个feedback 足够的回归的程序 不断的去检视 在所有审判的案件当中 所曾经出过的疏漏 或者是曾经出过的 这种类似的判决上面 一个实质正义 完全没有办法满足的 一个不合理的判决 你们有没有定期的 在检视这一些案件的 讨论的一个基本的程序之后 最后去反映到 你们的修法计划 实际上是有刑事诉讼法 的延续会是 一直是持续在进行 本席希望在这个部分 我们当然也会变成 是一个平台 因为人民的陈情案件 在第一线 除了法院 或者是检查机关以外 我相信司法院 恐怕也不见得有机会 去知道零零种种 续续多个案的 一种特殊的状况 那另外一个问题 本席是希望 您这里来检视法符的问题 我们有非常多的案件 都必须转介他们 要么就去法符 因为我们可以做 免费的法律咨询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替他们写诉状 也没有办法 作为他们的诉讼代理人 免费的来义务提供 因为民意代表的能力 也是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们也会 转介去法符 或者是转介去调解委员 会去调解 或者是属于工会的争议事件 各种医疗的争议事件 转介他们过去争议事件 就在这个过程之中 本席发现一个现象 律师的领域 逐渐的在台湾面临一个 这个专业领域上面 一个处境非常艰难的部分 也就是送源不断的 被分割出去以后 有非常多的律师 尤其是在供给跟需求面 的一个逐渐的转化 有非常非常多的律师 他们都有送源的困难 导致于有许许多多的律师 他们必须依赖法福的案件 来作为他们案件的来源 有部分是这个样子 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区以外的中南部 这时候就会发现说 两个现象 一个现象是我们法福给予律师的给付 把这个社会福利或社会服务 社会救济的概念是转嫁在律师身上的 所以一个案子大概是两万五千块钱 他就会造成说 对律师来讲 我提供这样的服务 常常是要赔钱的 所以最后呢 会转化成什么 转化成法福本来就是弱势的族群 因为我们给的法福的经费 是这么的低 导致于越弱势的人民 民为国家提供他作为一个义务的诉讼代理的法律辅助 而实时上他们享受的 他们接受的是一个比较品质不够好的法律服务 我如果这个案子法福给我两万五千块 我每一次都要亲自出庭的话 势必律师自己要贴钱 我只能够用诉状给你 我没有办法给你很多的时间讨论案情 我没有办法替你亲自去出庭 所以这个制度本席希望司法院能够彻底的下去检讨 到底法福的体系 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确保国家的美意 也就是国家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资源 要来协助低收入中低收入户者 这些弱势族群给他们法律辅助的时候 我们给的钱那么少 转嫁到律师身上的时候 最后这个逻辑回向到变成 人民弱势族群所接受到的 国家提供的法律服务 是比较低品质的法律服务 本席是主张说你两万五千块钱 这样一个个案实在是 实在是太不合理 一定要增加啦 你至少一定要增加 从这里下去 充分的下去做一个检讨 好不好 如果是这方面的预算的话 本席是认为我们是应该